最近张新宇小姐不太顺利啊 被人告了 一位美妆博主 在微博上说已经和张新宇在打维权官司了 现在已经二次开庭了 不仅如此 这位博主说自己从未公开提过此事 也没有放出张新宇的名字 但是对方仍然倒打一耙 说这位博主在蹭热度 张新宇捆绑着李晨范冰冰红了之后呢 又是改走文艺女神路线 又是开始做微商 那真是闷声发大财 在2015年的时候 就创办了一个自己的微商品牌 叫Miss Zhang 她搞起了自己的微商品牌 用了别人的口红试色图做商用 欺骗消费者 欺骗粉丝 但是她依然不光明正大的道歉 还想用钱摆平 还有张新宇曾发微博啊 说自己包了饺子 配图的那画风 都是巴黎日常的浪漫呀 然而事情过去两个月后 被网友爆料 她的那些饺子是别人包的 种种事情 看来我们的张新宇小姐的 文艺女强人的人设要塌了哟 有酷娱乐整理报道 这世界很酷